五星期间报 五年来呢 我们的这个对比开始消涨 我们的台湾不断的下滑 韩国不断的上升 也就是现在呢 台湾的出口量只剩下是韩国的一半 也就是台湾现在吹嘘说 我们现在的经济复苏的力道 如果你真的跟所有亚洲四小龙来相比的话 我们现在不但不是龙首 而且我们还是变成四小龙之末 我们今天请到了四位来宾 第二位大家非常熟悉的资深媒体员曾建华 第二位是财经作家陈宁冠 第三位是政大国关中心第二所所长蔡曾家 以及资深的股市分析师赖宪正 好我们先来看看就是 在六月份的时候 政府很高兴的宣布说 我们呢 现在已经是八个月出口的新高 但你跟人家比起来 我们只有人家的一半 我们看此次报道 南韩耀眼的不止娱乐产业 第二期经济数据公布 更让东亚国家眼睛一亮 第二季GDP计增一月为2.3% 出口计增更从地基的负3.4% 第二季创下14.7% 双双创下了六年来最大增幅 同一时间 雅银也公布了东亚国家GDP预测 结果今年台湾略逊南韩 明年虽然成长 但是台湾2.4% 几乎只有南韩的一半 到底为什么南韩行 台湾不行 他是把整个系统 要卖到海外去 以前我们跟南韩打交道的时候 就是买他的手机 买他的电视机 那现在不是 我们买他的数位家庭 买他的整个社区管理系统 买他的未来的智慧型城市 这是最可怕的地方 换句话说 在南韩三月爆发了外债危机之后 由政府带领的产业系统性 联合发展政策 紧急加把劲 清楚的带出 南韩就是IT产业强 结果新颖微软前进 西门子选择南韩发展LTE 思科投入20亿美元在南韩发展 专家认为台湾各产业 其实实力也相当 但更应该结合起来 不再单打独斗 我们面对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是所有的产业链都被拆开了 我们各做各的 我们的观念是一直在降低成本 而不是把整个系统串联起来 变成一个可以创造价值的价值链 这是目前台湾产业最大的问题 其实看一看今年以来 南韩股市涨幅33% 不如台股超过4成的成绩 显示台湾市场资金更活络 但被认为是台湾经济复苏关键的出口 6月仍比去年同期衰退30% 巴东东不能只找张东某 因为张东某对台湾的经济不是没有贡献 只是说张东某的事业的核心本质 他跟我们的国内应用是比较没有关系的 看南韩不难理解 台湾需要更串联性的系统性策略 而且不止大厂赚钱 中小企业也要赚钱 东森财经经文理会 蒋经文报导 好我们这份很高兴的宣布说呢 我们6月份的出口呢 已经创了8个月的新高 到达到达了169.5亿美金 但如果说呢 你跟其他的国家相比的话 原来我们6月份的出口 只有韩国的一半 如果说你把整个半前半年都来算的话 我们只有韩国的53% 你知道在15年前 台湾的出口是比韩国还要高的 就这15年来呢 我们主客一位 销长的关系呢 台湾现在到今年的6月 只剩下人家的一半 所以您管 如果看到这个数字 单一的数字 好像是台湾出文啊 我们好像已经解脱了前一段时间 那种出口低迷的厄运 但您如果说跟其他国家相比的话 完全不是这样子 对我们常常讲数字会说话 数字其实常常告诉你 很多数字背后的意义 基本上台湾的经济数据 如果是跟上一季比 或者是跟去年比 确实你跟上一季 特别是金融海啸过后呢 确实是有一些好转的 一个转好的迹象 但是假设我们把亚洲市小龙 或者是亚洲其他几个临近国家 一起相比 台湾事实上整体的表现 还是相对落后的 特别是在出口这一块 台湾的出口结构里头 有很大一部分是电子外销的零组件 这种零组件的单子很短 所以为什么金融海啸一下来 台湾的出口外销订单 有的时候动辄衰退了40% 50% 那个跟结构还有产业空洞化 有一个很大的差异 但是你从更长远的历史的角度来看 过去亚洲市小龙当中 台湾在很多经济数据上 跟韩国都是不相上下的 可能是互有消涨的 但是经过了这15年下来 台湾整个出口结构的总体数字 已经只剩下韩国的一半 那这个是非常严重的警讯 而且这对台湾来讲 产业空洞化的一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 好 那建华 不过我们把持续往前拉 以前台湾人觉得说 韩国是来台湾 施法台湾的所谓的工业的发展 结果没想到 现在反过来是 我们的出口的比重 只剩下人家的一半 我们看到了在1993年以前 我们的出口是领先人家的 如果在1971年 也就是民国60年的时候 我们的出口规模是南韩的 1.9倍 差不多是人家的两倍的左右 然后呢 但现在呢 只剩下一半 整个关键点在哪里 我们看到在2000年的时候呢 台湾的出口呢 只有韩国的88.2% 到了2007年呢 只剩下66.4% 到了2008年呢 又降到60.5% 到了今年的上半年 只剩下53.62% 如果说你是从6月份来看的话 你只剩下人家的一半 所以剑华 变成我们的出口 跟韩国这种销涨 是变成一个趋势 我们落后人家 不但经过那个黄金交叉点 而且落后的越来越严重 对 因为台湾的经济最好的时候 我想大家不见忘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起飞 1980年 在蒋经国的十大建设的时代 那么 那所谓的十大建设 有个非常大的重点 是那个大 而不是那个时 我们有大钢厂 就是中钢 我们有高速公路 有飞机场 我们一切都是求大的那个年代 那么以后的15年 在1995年之前 台湾的经济是可以说 是非常稳健的理解韩国 而在95年之前的韩国呢 他是从来不能够望台湾 是向背 所以其实在普正西的时代 他因为其实跟台湾的关系 跟老总统交情非常好 他非常佩服这个老蒋总统 他就开始在司法台湾的这个工业建设 所以他在1967年的时候 那现代集团成立 现在汽车成立是1967年 那时候韩国郑州勇 他的回忆录 你去看郑州勇的回忆录说 那时候他并不会造船 他也不会造汽车 可是普正西总统呢 就要求说郑州勇说 你现在要成立一个造船厂 那就郑州勇跟他讲说 我们现在国家 根本没有这样的技术 那船你要造什么船呢 对不对 我们造船谁敢买啊 连我自己都不敢用啊 那普正西总统跟他讲说 你只要去做 我们国家就会支持你 那么那时候就已经定调 定调是一切的工业 是以求大为准 后来他们发觉说 台湾在1980年之后 这所谓的十大建设 也都是大的规模 有了大的规模之后 你不论是从采购 或者说你的这个销售的策略 都比较有弹性 比较灵活 可是后来呢 我们台湾没有坚持走这样的路 我们的政策变得比较不明确 那过去八年不用 不提了 那我们现在十大建设在干什么 就是我们这些国营企业 到最后呢 全部现在干嘛 在民营化 而且民营化的过程当中 产生很多弊端 所以我们原来可以求大的 现在大不了 能不能够 在一家中